弟弟弟弟你快过来吃了这个糖果 好的哥哥 啊我变大了呀 哥哥这到底是什么糖果呀 这么神奇 我感觉我自己的身体充满了能量 随随便便就能打倒一群的怪兽 当然了 这可是我们奥特曼研究所研究出来的能量糖果 这个糖果呀 专门是用来对付怪兽的 啊哥哥 原来这个能量糖果这么好用呀 那我现在就去打怪兽去了 哎呀弟弟弟弟 哎呀弟弟怎么跑得这么快呀 我还没有告诉他能量糖果只能维持五分钟呀 不行我得赶紧去通知爸爸 哈哈哈哈 怪兽今天你遇到了我 算你运气不好 先吃我一招 奥特曼你别打了别打了 我认输还不行吗 你就饶了我吧 哈哈怪兽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想让我饶了你 也可以 你只要答应我再也不干坏事了 我就可以饶了你 哈哈哈哈是吗 现在我可不怕你了 啊我怎么变小了呀 小奥特曼 看我现在怎么惩罚你 看我的怪兽帮帮 怪兽快给我住手 你连我的孩子都敢欺负 看我怎么惩罚你 啊奥特曼爸爸来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又打不过他 奥特曼爸爸 我错了我错了 你就放过我吧 小奥特曼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敢做坏事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要不要放过这个怪兽呀 爸爸每天上班太辛苦了 我要好好的读书 不调皮 不让爸爸生气 今天我要给爸爸包他最喜欢吃的饺子 我给爸爸包三个饺子吧 我先把饺子皮擀好 然后把饺子皮放在包饺子的模具里面 然后轻轻一按 好了我包好一个饺子了 再来做第二个饺子吧 把擀好的饺子皮放到包饺子的模具上面 然后再把它合起来 快看第二个饺子也包好了 哎弟弟你原来在这里啊 你在干什么呀 哥哥哥哥 我在给爸爸包饺子呢 爸爸最近特别喜欢吃饺子 那我也来给爸爸包饺子吧 等一下爸爸回来了 看见我们为他包的饺子 肯定会非常高兴的 对啊对啊 我先来把饺子皮擀好 然后放到模具上面 轻轻一按 好了做好一个 接下来我再来做第二个吧 然后把饺子皮擀好 放到模具上面 然后轻轻一按 又做好一个 孩子们 爸爸回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呢 爸爸你快看 这些饺子都是我和哥哥为你包的 布鲁和萝卜 真是懂事又听话的 乖孩子呀 爸爸明天带你们到游乐场去玩吧 哈哈 哦好呀 谢谢爸爸 听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说布鲁和萝卜包的饺子 到底谁的好看呢 快评论告诉我吧 啊 这是哪里呀 企鹅哥哥 怎么办 难道我们是迷路了 别哭 企鹅哥哥想想办法 哎 小企鹅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原来是佩七姐姐呀 我们在圣灵里迷了路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呀 可以可以 那你们知道家在哪里吗 我们迷路了 不 不知道 不记得在哪个方向了 嗯 那这样吧 我们在这儿等你们的帮忙吧 好的好的 谢谢你佩七姐姐 小企鹅小企鹅 你在哪呀 企鹅妈妈 企鹅妈妈 小企鹅在这儿呢 他们在森林里迷了路 原来是这样呀 谢谢你佩七 小企鹅快跟妈妈回家吧 小金鱼小金鱼 你在哪呀 哦原来你在这儿呀 妈妈妈妈 我迷路了 是佩七姐姐在帮助我们 嗯 谢谢你佩七 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那我们就先走了 孩子孩子 你去哪儿了 原来你在这儿呀 快跟妈妈回家吧 佩七姐姐 她不是我的妈妈 你看 我跟她长得不一样 佩七 她真的就是我的孩子 你看 每颜色都一样 而且你不信 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嗯 那好吧 我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青蛙到底是不是小磕头的妈妈呀 如果是 就发送数字666告诉我吧 今天呀 我要给白雪妹妹 做彩虹颜色的帮忙糖哦 这个呀 是我第一次做 现在呢 我要给白雪妹妹 搓成长条哦 每个颜色都搓成长条哦 这样做出来的 彩虹棒棒糖最好看了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一步 把它们都给连在一起 要慢慢的卷 这一步要慢慢的来 才能弄好哟 慢慢的 这样卷上去 是不是很好看呀 看 这不就做成了棒棒糖吗 然后有签子给它签上 看 是不是特别漂亮呀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做的棒棒糖 好不好看呀 要是好看的话 就给我发送小红星吧 这样白雪妹妹肯定会喜欢的 大雪白雪 快出来快出来 哇 比尔姐姐 你的手真巧 做了这么大 这么好看的棒棒糖 我很喜欢 谢谢你 嘿嘿 你喜欢就好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姐姐做的糖果 好不好呀 要是觉得它好看的话 就给我姐姐发送一个小红星吧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看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巧克力豆 我要拿来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乔治 佩奇 你们快来呀 奥特曼哥哥 你找我们什么事呀 哇 这么多好吃的巧克力呀 你看 我这有这么多好吃的巧克力 我分给你们一人一个吧 奥特曼哥哥 你真是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巧克力豆了 奥特曼哥哥 你能分我一个巧克力豆吗 嗯 我不给你 因为你的爸爸经常做坏事 我不想给你 你不给我 我就要叫我爸爸过来了 爸爸爸爸 怎么了儿子 奥特曼哥哥 有巧克力豆 不给我 总是做坏事 所以我不想给他吃 咻 小布罗 爸爸已经听到你们的对话了 只不过是一个巧克力豆 你就分一个给小僵尸吧 爸爸 小僵尸的爸爸总是做坏事 我不想给他 布罗 你误会了 小僵尸的爸爸已经不做坏事了 而且和我们奥特曼家族都是好朋友呀 真的吗 爸爸 当然是真的啦 那我就分一个给小僵尸吧 谢谢你奥特曼哥哥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这样做对不对呀 如果对 就发送一个小红星吧 哇 棒棒糖是我们最喜欢吃的 停停停 都坐起来 不许吃 为什么不让我们吃呀 因为呀 我要开始挨个检查你们的牙齿 是不是健康的 先从哪吒开始吧 哪吒 张嘴 哪吒的牙齿很健康 哪吒可以吃糖了 太好了 终于可以吃糖了 小米开始检查敖饼的牙齿 敖饼的牙齿也很健康 敖饼也可以吃糖了 来 乌鲁娃张嘴 乌鲁娃的牙齿也很健康 乌鲁娃也可以吃糖了 太好了 终于可以吃上我香腾腾的棒棒糖了 现在到魔王了 我不让你检查我的牙齿 你不让我检查 你就不能吃这个棒棒糖哦 我不张嘴 看你怎么检查 那我就把你的棒棒糖拿走了 别别别 奥特曼 我张嘴让你检查 魔王 你的牙齿这么黑 不能吃糖呀 我要把你的棒棒糖拿走 我也给你检查牙齿了 为什么我不能吃糖呀 我不同意 魔王 你不同意呀 你可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奥特曼这么做 对不对呀 我牙齿这么黑 是不是不能吃糖呀 如果是就发送小红星吧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布鲁布鲁 别唱了 都这么晚了 会影响别人休息的 哥哥哥哥 我睡不着 我就是想唱歌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总在心中 信念丝毫未见 那你唱吧 我去告诉爸爸 爸爸爸爸 怎么了 怎么慌慌张当的呀 爸爸 你快去说说弟弟吧 都这么晚了 他还在那唱歌 吵得我都睡不着了 好好好 走 爸爸 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这么晚了 你还不睡觉 你怎么还在唱歌呀 爸爸 我就是有点想唱歌了 你听我唱的好不好听 眼前这个少年 还是最初那张脸 好听吗 爸爸 布鲁 你唱歌好听是好听 但是都这么晚了 你如果唱歌 会吵到别人休息的 再说了 你要早点睡 明天早上还要上学呢 如果你想唱歌 那爸爸明天带你去 学习唱歌怎么样 嗯那好吧 那我就早点睡 那爸爸明天放学 就带你去学习唱歌吧 好的 爸爸 小朋友们 你们和布鲁一样 喜欢唱歌吗 你们可不要学布鲁 大晚上的不睡觉 唱歌哦 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 好习惯哦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小汽车 爸爸说有了它 就可以跑遍全世界 我要把它放在旁边 爸爸说我好几天都没洗澡了 还给我准备了洗澡水 不要去洗澡咯 我爱洗澡皮肤 好好 嗯泡澡可真舒服 嗯可以闭着眼睛休息一下 嘿嘿 小奥特曼正在洗澡呢 我把他的玩具偷偷拿走 回家给我儿子玩 嗯洗完澡可真舒服 哎我的小汽车 我的小汽车怎么不见了 到底是谁拿走了 难道是怪兽给我拿走了 不行我要去找他 怪兽 快把我的小汽车还给我 小奥特曼 谁说这个车是你的呀 这明明是我给我儿子买的 哼你你不还给我是吧 我要去告诉我的爸爸了 爸爸爸爸 怪兽拿走了我的小汽车 啊什么 怪兽拿走了你的小汽车 走快带爸爸去找他 爸爸走吧 哦哦哦奥特曼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了 我儿子的小汽车啦 小奥特曼 不就是你的小汽车吧 我还给你就是了吧 你怎么把你的爸爸叫来了 我我这就还给你 谁让你刚才不还给我 我还是赶快溜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怪兽拿我小汽车 这种行为对不对呀 如果不对 就发送数字666告诉我吧 我不是一个西瓜 我也不是一个水蜜桃 我也不是一颗葡萄呦 哎你不是西瓜 那你是什么呢 你要是给我一颗糖 我就考虑考虑 要不要告诉你 好呀好呀 你看我这正好一颗糖呢 可好看了 给你吧 快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嘿嘿 其实也步不难猜 我是白石公主呦 水蜜桃水蜜桃 你是谁呀 那你也得给我一根糖果 我才告诉你呀 没问题 这个糖果就送给你了 我的糖果是最漂亮的 哈哈 让你看看我是谁 其实我是贝儿呦 怎么样没想到吧 葡萄葡萄 快告诉我你是谁吧 当然可以啦 你也得给我一颗糖果 我才能告诉你我是谁 没问题没问题 给你给你 嘿嘿 你看 其实我是灰姑娘呦 怎么样 没猜到吧 哈哈 这会有糖果吃咯 太好了太好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刚刚有没有猜到 是公主她们呢 最重要 你们猜不猜到 最后一个是灰姑娘呢 要是猜到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告诉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